哦,今天我们书好像讲的是企鹅的故事哟 今天讲的是企鹅的麻烦或者是企鹅的问题这本书 你看有只企鹅他在思考,他在思考什么呢 啊,现在太早了 我现在,我的嘴巴都冷得够呛了 然后,然后这边这帮人,这帮企鹅都在,都在叫唤着 他们这叫唤是啥呀,好烦啊 说昨天晚上下了很多雪,然后我一点都不喜欢雪 然后外面呢,外面又太亮了 然后我饿了,我想吃鱼 鱼,你们在哪里呢,快给我出来 整个海面,整个海闻起来很咸很咸,今天 然后我的福利不足 然后我就慢慢的像一个石头沉了下去 然后下面很暗 下面有什么呢 Burr, I say burr 哦,有一个海狮 哦,有一个鲨鱼 哦,有一个鲨鱼 这是什么,是一条鲸鱼吗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被别人狩猎哦 我还,我还饿着呢 但是,但是我的,我的翅膀已经,已经疼了 然后我,晃晃,晃得太厉害了 你看,我晃来晃去的时候表现的就很,嗯 很少,是不是 我想,我非常想,能飞起来 但是,我飞不起来,你看 然后,所有人看起来都跟我一样 然后,看起来跟所有人都一样 好 妈 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耶 爸爸 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的名字叫 No timer 哦,我有那么多问题 然后,没有一个人 会 关心这个些问题 嘿,你好 小家伙 What 有些人在碰我 哦,这是海事开始说 我感觉到今天对你来说 很难 但是,看看你周边吧 你看到那些山 在海里面倒影的,是不是像一幅画 你看 那个 没有云的 冬天的天空 那些蓝色 是不是很好看 然后,你看看 这个阳光 照在你的背上 慢慢把你弄暖和起来 然后,你可以 仅仅,非常简单的 站在你的企鹅兄弟姐妹中间 是不是都挺好 我明白 这些东西 都很有挑战性 外面世界都很 都很复杂 会有一些困难的时候 就比如说 你会发现海豹啊 会发现 北极熊啊 然后,会发现鲸鱼 然后还会发现 企鹅 但是,听我说 我的朋友 我 觉得,我不会用我的 用我的生活 来换别人的生活 而且,我相信你也会这样做 而且,我非常肯定的就是 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会意识到 你就生活在 你真正想要生活的地方 想想吧 想想我说的那些 那,再会 What 那个人是谁啊 他跟我跟我讲了一些 那么多 乱七八糟的东西 嗯 那个海象根本就不知道 企鹅的问题 嗯 哦 嗯,也许吧 这山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嗯 这海看起来还行 天空 嗯 天空也不错 然后,我有伙伴 还有我的家人 嗯 也许,所以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呢 现在 我的嘴巴很冷了 然后,好像天黑的也太早了一点 The end The end The en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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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